凭借《大上海》中叶之秋一绝 初次在荧幕上展露头角的冯文娟 就拿到了金像奖新人奖的提名 刚刚毕业的她有的不只是一般人的幸运 更在电影中让大家看到京剧里的刀马蛋 虽然挑战不小 但也让冯文娟的演技突飞猛进 因为这个角色是一个刀马蛋 所以在这个动作方面会有很严格的要求 我在这里没有这样的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挑战 另外就是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感情线 有两个变化 从跟初恋情人的爱恋到最后 到北平去学戏的那种决绝 她做了两次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对演戏来说 也会有一个挑战吧 刚刚毕业就有机会和刘伟强导演合作 戏里又可以和黄晓明这样级别的大帅哥演对手戏 冯文娟可以说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晓明哥一直在帮助我 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新人 刚刚从学校出来 刚刚拍戏 他会说 他说我也是从你这个时候走过来的 所以我知道你现在的这种彷徨啊 这种心情 他会很耐心的跟我说 其实我要把经验告诉你 每一段戏应该是怎样怎样 他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帮助 在电影《大上海》中 初出茅庐的冯文娟 与黄晓明有众多对手戏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两人认识不久就拍了吻戏 这场吻戏呢 是导演和小明哥他们 我们在一起对戏的时候临时加的 其实我是很惶恐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去演 尤其是跟这么一个 一个这么有名的演员 在一起合作 之前也没有拍过这种吻戏 所以觉得很紧张 然后有点不知所措 是小明哥一直跟我说 你别紧张 就当是在生活里去感受就好了 然后他会很认真的跟我搭戏 在拍摄之前 我们在试戏的时候 他也会给我就是洗脚啊 包括所有的一切 他都会很认真的完成吧 也会让我慢慢的 在这个过程中去适应 然后他还会在我紧张的时候 逗逗我 比如说他说 我爱你那个第一次荧幕初吻吧 能够献给我 你已经很幸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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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